这是一场极其扭曲的实验,男人拖拽着女人头发,手里拿着高压电棒,示意她坐在凳子上,女人没有反抗的力量,只能乖乖照做,然而下一秒,女人被电晕了过去,等她再次醒来时,已经被绑在凳子上,她大声哀求,可男人根本不理会她,还拿出一个VR眼镜,强行让她观看血腥暴力的动作片,女人的表情非常痛苦,可是她越挣扎,屏幕前的变态们就越兴奋。 没错,这是一场直播演出,米拉是一位独居女性,这一天从市场回来后,她在楼梯间遇到了邻居David,她一脸痴迷地向米拉打招呼,米拉只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,并没有稍作停留,她的丝巾不小心掉在地上,被David捡了起来,没想到她直接将脸埋进丝巾中,贪婪地吸食上面残留的味道。 米拉回到家中,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充电,不然危险袭来,一位蒙面人悄然出现,用塑料袋套入米拉的头,导致她缺氧晕了过去。 再次醒来时,米拉已经被关在小黑屋里,她不知道这是哪里,更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她。 她惶恐地环绕四周,发现这里,除了一张椅子和一个摄像头,什么也没有。 米拉盯着摄像头,祈求对方放过自己,殊不知,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直播,而观看直播的人都不是正常人。 米拉越是备受折磨,他们越是兴奋,根本不可能报警,营救米拉。 这时,房间里的喇叭说坏了,她要对米拉进行一场实验,看看一个成年人可以多久不睡觉。 米拉被吓得接连后退,此时的她已经变成了一只小白鼠,她想要逃,可这时,喇叭中又传来小女孩的声音,只要找到她,就可以离开这里。 米拉注意到,不远处有桶解剖废弃物,等她慢慢靠近,打开铁桶后,她差点吐出来,但小女孩还在继续说话,在里面找到我,你就可以逃走。 在逃生的诱惑下,米拉强忍着身里不适,在血淋里的肾脏中,找到了一个洋娃娃。 正当米拉等着离开这里的时候,蒙面人再次出现,米拉被吓得失声尖叫,躲在了角落里,蒙面人直接薅着她的头发,将人拽了出来,然后拥用高压电棒将人电晕。 等米拉醒来后,新一轮的折磨还在等着她,蒙面人将她绑在椅子上,强迫她观看另类的动作片。 第二天,蒙面人将米拉推到零下一二十度的冷藏室,头顶传来声音,你是否愿意杀死健康的父亲,将器官捐献给五位陌生人呢? 米拉不愿意回答,可下一秒,蒙面人突然用高压水枪惩罚她。 几分钟后,米拉再也承受不了了,接近崩溃的大海,我愿意用父亲的命去救别人。 与此同时,父亲已经发现女儿消失了,并在第一时间报警,警察正在家中调查情况。 可惜的是,父亲并不怎么了解女儿,警方只能通过米拉的电脑查找蛛丝马迹。 米拉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和吃饭,精神已经在崩溃边缘徘徊。 没想到,蒙面人又绑了一个女人,还让她坐在米拉对面,接下来是游戏环节,谁先回答出答案,谁就可以获胜。 接连两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,蒙面人逐渐不耐烦。 第三个问题,米拉终于回答正确,然而下一秒,蒙面人居然当着她的面,一枪解决了陌生女人。 米拉被吓得失声尖叫,胃里不停地翻滚,整个人受到非常大的冲击,而蒙面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仿佛她刚刚击毙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只小白鼠。 米拉的情绪迟迟缓不过来,整个人非常痛苦。 蒙面人帮她擦掉脸上的血迹,继续观看血腥暴力的动作片。 第三天,米拉非常乏累,已经无法直立行走,她抱着洋娃娃躺在地上,眼神无比空洞。 这时,蒙面人推来一份怠索的食物,米拉只有一分钟时间找到钥匙,并吃掉晚餐。 倒计时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荡,米拉饿到了极点,幸好她很快找到了正确钥匙,并大口吃了起来。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又多了一串钥匙。 一分钟后,神秘的声音突然告诉她,任务失败了,你没有发现大门的钥匙。 米拉的情绪瞬间爆发,不停地敲打脑袋,蒙面人拖着她的头发,又让她坐在椅子上。 米拉趁其不备,朝她的裆部就是一脚,然后拿着钥匙冲到了大门口。 几秒之后,她终于找到正确的钥匙,打开了门锁。 可下一秒,蒙面人突然将她点晕。 警察这边找到了米拉的社交账号,她很快发现了蹊跷。 米拉所有的聊天记录都被删除了,她只能通过周边邻居寻找一些蛛丝马迹。 在邻居眼中,米拉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,从来没有带过男人回家。 在问到David的时候,对于米拉的失踪,她并没有感到震惊。 警察走后,她还快速地返锁门,似乎在隐藏着什么秘密。 米拉已经被囚禁五天,她闭上眼睛,努力告诉自己这是一场梦。 她只是做了噩梦而已,睁开眼睛后,她依旧身处在地狱中。 蒙面人推来一幅棺材,将米拉电晕抬了进去。 再次醒来时,蒙面人已经走了。 米拉被锁在里面,只有一个小铁窗可以让她呼吸。 这时,蒙面人提着一个麻袋走了过来。 女人被囚禁在棺材里,蒙面人扔进去三只巨大的老鼠,然后非常冷酷地锁好铁窗。 米拉的哭声令人感到非常难受。 为了活下去,不成为老鼠的食物,她只能活生生地将老鼠咬死。 几个小时后,蒙面人打开了棺材。 米拉浑身是血,和三只死老鼠躺在一起。 蒙面人将她拉出来,绑在椅子上,继续让她观看动作片。 米拉逐渐变得麻木,精神也受到了重创。 此时此刻,警方已经在大力寻找她的踪迹。 她们在山中分组行动,遇到地下室一定要特别留意。 第六天,米拉已经成了不仁不轨的存在。 她努力站起来,贴着墙壁往前走。 她好像听到了滴答的声音。 她跟着声音,一步步找到了娃娃。 她发现声音是从娃娃的身体中传出来的。 她打开一看,里面居然有一部手机。 米拉终于看到了希望。 她用颤抖的手拨通报警电话。 电话很快接通了。 她着急地向警方说出自己的名字,以及被绑架的事情。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,只知道四周都是水泥墙。 警方想要问出更多的细节,可米拉的情绪崩溃,不停地让警察救救她。 话还没有说完,手机突然关机了。 眼看逃生的希望再次溜走,米拉崩溃地拍打脑袋。 她找不到任何发泄的方式,只能不停地虐待自己的肉体。 殊不知,这一切都是神秘人安排的把戏。 观看直播的那些人还调侃米拉。 说应该给她打电话。 还有人说,终究只是一场命案,没有人会来救她。 这时,房间里突然出现大量的烟雾。 米拉捂着口鼻向里面走去,她仅深地观察四周。 突然,看到一个裸男出现在眼前。 对面还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女人。 上一秒,他们还非常暧昧。 可下一秒,女人突然朝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刀。 如此惊悚的画面,米拉再也无法忍耐。 她慢慢地退出来,发现有位老人坐在房间里。 她唱着诡异的摇篮曲,身边还放着洋娃娃。 另外一个房间里,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在大口享受美食。 走近一看,窝里居然是米拉的脑袋。 没错,米拉的精神彻底出现了问题。 她现在有非常严重的幻觉。 画面一转,米拉已经躺在病床上。 一位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正在检查她的身体状况。 她剪掉米拉的头发,在她的大脑里动了手脚。 米拉醒了过来,她脑海里的记忆被更改了。 现在,全是一些变态诡异的东西。 他们的形状非常吓人,行为也特别血腥。 前一幕话中,米拉和大脑中的东西成为了一体。 米拉再次毁到了小黑屋。 男人站在她面前,明目张胆地在矿泉水中下药, 然后放在米拉手边。 米拉醒来之后,毫无防备地将矿泉水一饮而尽。 接下来的几天里,她依旧饱受折磨,无法入睡。 时间来到了第十天,蒙面人将米拉抱到椅子上。 十天的精神折磨,彻底将米拉变成了疯子。 她缓缓抬起头,发现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男人。 她感到非常恐惧,拿起锤子,直接将男人硬生生打死。 米拉已经不是当初的米拉,现在的她变得血腥暴力。 任何人在她眼中,都有可能变成扭曲的怪物。 米拉清醒过来后,发现门居然敞开着。 她艰难地站起来,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。 没想到,外面并不是出口,而是又黑又长的隧道。 米拉拿着锤子,小心翼翼地摸索。 不久后,她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。 她发现这里是一座废弃的工厂。 平时根本没有人经过这里,更不用想着会有人来救她了。 米拉生怕猛灭人追过来,她一步三回头,磕磕绊绊地离开了这里。 几个小时后,米拉再也没有体力往前走,不受控着地摊倒在地上。 这时,有辆汽车缓缓地经过这里。 一对富人从车里走下来,在米拉眼中,他们的模样非常诡异,像是一对机器人。 米拉已经困到不能行,但过去十天的经历已经让她难以入睡。 她闭着眼睛东倒西歪,看上去非常的憔悴。 那对富人将米拉送到了家门口。 米拉扶着楼梯,非常艰难地回到房间。 在锁好房门的那一刻,米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 她蜷缩在墙角,忍不住再次哭泣。 父亲这边还在努力寻找女儿。 警方但凡发现任何一具女性尸体,她都要过来辨认。 这一天,她突然收到女儿的信息,非常激动地跑出警局。 米拉的心情逐渐恢复平静,她洗了一个热水澡,身上的血迹终于被冲刷掉。 这时,父亲赶了过来,她按响门铃,米拉瞬间警惕起来。 这个女人是个精神病患者,那些扭曲变态的画面再次抢占她的大脑。 一瞬间,米拉再次变得扭曲。 她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,紧张兮兮地躲在黑暗中。 父亲见她迟迟没有开门,自己按密码走了进来。 米拉伸着脖子看到了她,可米拉的精神已经不正常。 她将父亲看成了无比丑陋的怪物,她咬紧牙关,准备和这个怪物拼个泥死卧活。 父亲慢慢地靠近,米拉冲过去,一刀又一刀地刺向她的心脏,整个人无比崩溃。 她想甩掉脑海里的东西,却发现那已经成为她身体中的一部分。 画面一转,戴威打扮得非常妖娆,她听到楼上有诡异的声音并选择报警。 直播群里有人发送了这番话,实验已经成功完成,恭喜,我们的新方法成功了。 米拉被带到了精神病院,医生让她辨认绑架她的蒙面人。 米拉呆呆地坐在那里,对大部分人的照片都无动于衷。 直到看到一位大胡子的照片,她突然蜷缩在一起,非常痛苦地呐喊。 警方那边非常地不解,一位失踪十天的女人为什么回来后会杀死自己的父亲? 他们以为米拉患上了抑郁症,可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发现,之前的米拉有什么异常。 最终医生发现,米拉的大脑发生了某种医学改变,而改变的正是负责人脸识别的区域。 她需要长期住在精神病院,只有病情发生好转,她才可以离开这里。 与此同时,又有一位女人被关进了小黑屋。 相比于厉鬼丧尸和怪物,有的时候,人类祸害人类的影片更让人揪心。 如果有一天,一个神秘强大的暴力机关,用一整套高技术折磨手段来摧毁你的心理防线,你会变成下一个米粒吗?